記者朋友叫我錄一段或者是接受採訪 很抱歉 因為我昨天去查案子 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台灣 現在在居家隔離當中 那叫我在臉書上貼 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那我的臉書被封鎖了 我是這個川普級的黛玉 我從昨天前天 自從我唱了一首這個 四天被點閱十萬次的 我作弊的這個歌 家平如潮正打算進軍小巨蛋的時候 我的臉書就被封鎖了 所以我就透過這個自己錄 然後在記者的群組當中跟大家分享 回答大家說 對於我被起訴的這件案子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謝皇上隆恩 那因為黃偉檢察官把我給起訴了 然後放掉了林環牆跟賀德芬 讓我們這個案子一下子 一個案子就會變出了十個案子 這怎麼說呢 今天如果這個案子繼續停留在台北地檢署 因為偵查不公開 所以它就可以黑箱作業 最後簽結不起訴 然後這案就沒了 那我們前面的布局辛苦就沒了 一旦他把我起訴了以後 我的案子就進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那我就可以再進行一次可能的二審或者是三審的一條路 你知道這一審下來恐怕要一年多 三個審下來有四五年 所以給了我四五年的機會 等蔡同學下台之後 我們可以盡可能秉除司法的干預 我們可以清楚的把證據攤在陽光下 而且每一次停起都是公開審判 可以讓社會大眾更多人聚焦了解這件事情的是非黑白曲直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那至於呢 他放了林環牆跟賀德芬 這兩位望重視靈的學者前輩 對我們來講更是大力多 因為這樣子林環牆跟賀德芬就可以對蔡英文 針對於誣告的地方提出反告 也可以針對妨害名譽的加重誹謗的部分提出反告 因為檢察官都證明清白了 證明他們兩個無罪了 所以他不是可以回告他誣告嗎 那這兩個案子 賀德芬跟林環牆分開告 那不是有四個案子嗎 那這四個案子如果在另外再告民視的話 不是有八個案子嗎 再加上我現在這個案子往下 可能有三個審計 那這樣子我們不是一下子衍生出來 超過十個案子嗎 那每個案子如果走個兩三年 那不是可以讓這個世界上關心論文門 繼續追究論文門真相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話題 跟凝聚更多的向心力嗎 所以你說黃偉檢察官這個裁定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奉命起訴 或奉命不起訴 但是結局對我們來講真是大力多啊 好 那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在英國的部分 現在有疊有斬獲啊 可不可以難過說 你看你看那個tribunal court 現在等到ICO給這樣奇怪的回覆 ICO說這是蔡同學的隱私 那再看看黃偉檢察官也是一樣 他們都說這是隱私 對不對 結果他問我說為什麼我不調查證據 你們都把證據封存起來 我怎麼調查 那應該是你檢察官調查 怎麼會是我調查 因為這個國家機器把所有的東西都封存了嘛 不過這整個案子的結局 對我們要發覺真相 再往下走 找出這個問題 把這個論文們攤在陽光下 對我們來講絕對是大力多 那如果司法很多人擔心我說這個司法如果不繼續不公下去 表姐夫多當了行政這個法院的最高法院的院長 那你接下來你怎麼你怎麼贏他們 我說你放心好了 因為這是一個黑與白的戰爭 這是一個是非公義跟作弊的戰爭 這中間沒有黑沒有是非分明黑白分明 沒有灰色地帶退一萬步言 如果經過這麼多法院這麼多的庭 國內國外我全都輸了 我去坐牢 我更是感謝 因為聖經上說 為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國是他們的 我因為一個司法不公換來了天國的鑰匙 我怎能不感謝主呢 我怎能不感謝這些逼迫我的人呢 這是我對這個新聞的回應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們去看主題 最美之一 還有一位 同樣的 ?